有时候企业是需要有企业良心 但有时候企业在台湾也很难为 比如说很有名的就是赵腾雄的例子 我觉得这两边都要有责任 但赵腾雄的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不行贿的话 我讲的不是巨蛋 是桃园的例子 意思就是说 当政府官员要求他给钱的时候 那你作为企业的你到底要不要给 如果你不给的话 你可能更麻烦 你可能要赔更多钱 有时候对企业来讲 就觉得那就花钱消灾 那这次都已经牵涉到犯罪 如果没有犯罪情形 平常选举的时候 政党都很需要钱 政治人物都很需要钱 那你要不要捐 这不是捐而已 你堂堂一个这么大的企业 你要捐多少 对方才会觉得你有诚意 这些其实我觉得对台湾的企业家来讲 我们以前在看陈水扁的 这个陈水扁王朝的故事的时候最精彩 这些企业家怎么样跟扁扫互动 很多皮箱 然后我就说的 你送的珠宝 你送的钱不够有价值 人家会觉得说 你是把我对不对 拿就换 看成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出问题的时候 其他的企业家都会出来帮忙发不平之名 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就是好好的做生意 在商场上我的生意是不是能够成功 是靠我的本事或者是靠我的运气 政府其实能够帮的忙很有限 但是政府如果要拐我的话 政府要打击我的时候 那我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企业当然就是与人为善 或尽量低调 那我第一个 所以我在想说 我不轻易的帮任何企业挂上 说这个就是绿的 这个就是蓝的 有时候其实他们只是一个求生之道